這個明天演下去 是非常重要的螢幕 這個比三立的八點檔相比 應該是都很精彩 所以明天大家都很想看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剛才志祺你其實有提到 誰拿下長龍鋼鐵 基本上明年的長龍航空 應該就有機會拿下來 也是市場現在一直在關注 哥哥派跟弟弟派 有沒有可能分家 如果明天投完票 弟弟派贏了 那明年就有機會拿下長龍航空 那海空就真的分家了 因為目前來講長龍海運 應該還是有哥哥能夠握得非常的牢 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一次 明天的這個投票會這麼精彩 因為以目前來講 這個哥哥的部分 握有這個張國華5.95 加上長龍航空 加上張龍發基金會 大概21% 21%看起來是不錯對不對 可是其實弟弟派的部分 張國鎮 張國明 張國鎮跟張國偉 他們加起來 如果還有長龍國際 整個握在手 因為長龍國際已經確定了嘛 他們已經先拿下第一戰首勝 就是長龍國際 在把長龍國際整個加起來 其實是超過哥哥派的 所以這裡面大家就一直在看一個 關鍵人物是誰 就是殷崎大陸工程的部分 如果說哥哥派加上殷崎的持股 以及委託 因為你看他們找了誰 這個是證券業的龍頭元大 來收集委託書 目前估計應該有可以到40% 那弟弟派目前這邊 如果加起來大概也是40% 所以其實勢均力敵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講 關鍵角色是殷崎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殷崎到底會支持哥哥還是弟弟派 其實這兩邊的差別在哪裡 哥哥派叫公私派 如果按照殷崎的角度來講 公私派如果沒有做錯什麼事情 他的政策 他的決策也是相當穩定的 其實我也沒道理不支持公私派 但是也有另一說法 這個當然都是媒體 我們在看新聞 大家的揣測了 並不是殷崎真正的一個表達 因為有人認為說 他跟這個鄭森子過去就是高鐵 非常好打拚的一個夥伴 那難道不會支持他嗎 也有一說 當然就目前檯面上來講 確實這個殷崎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當然今天的電子投票 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目前我跟大家宣布一下 電子投票的結果 是哥哥派贏 他電子投票是先有一部分 是電子投票對不對 那當然他說 哇那這樣明天實體投票 是不是哥哥派這邊就穩了 但是因為電子投票 只有佔3.1% 是不是能夠當這個章魚哥 來去預告明天投票的結果 因為實體投票96.9% 我們來看實體的一個狀況 我也決定 但是我們從這一次來看 其實很特別 因為各推出了 你看哥哥派推了7席出來 地理派推了8席 那重要的其實我們發現地理派這一次 基本上是委託了8個通路 就8個券商要來幫他們徵收 這個委託書 可是實際上 如果我們再看這個長龍航這一次 他其實只有 就今年的就一家 那為什麼這一次 我覺得他勢必要拿下 這個我們講長龍鋼鐵 為什麼如果拿不下長龍鋼鐵 明年的長龍航空就沒有機會了 而這一次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就是我們講整個家族裡面 哥哥跟哥哥派跟地理派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大家看到這一次是哥哥一個人在打仗 有沒有發現 因為以張龍發來講他二房 那這個大房裡面就是 長子是張國華 赤子是張國銘 然後再來是張國鎮對不對 然後我們講叫最強姐夫 就他們幾個的姐夫 然後再來就是二房的這個張國偉 那大家要知道 當時遺產的事件裡面 就是地理派跳出來說 這個遺產 他們就會有爭議啊 所以是地理派這邊去 去告張國偉說 這個遺產的爭議問題啊 有大房跟二房之爭 對那所以大家才會覺得奇怪 那為什麼長龍國際這一次 他們竟然這個二房出來支持 支持地理派 可是過去是地理派提出遺嘱的爭議 那目前遺嘱的部分的官司 到目前還沒有結束 是 所以也有一說說 這一次長龍鋼鐵的這一次的 這明天的投票的結果 攸關於三個弟弟之間 到底會不會團結 因為三個弟弟加震生死 其實他們認為說 我不能用不安好心 我就是各有 各有盤算 各有盤算 有的人認為長龍行要拿下來 有的認為不需要 有的認為應該專心的在買一塊 每個的想法都不同 而所以如果長龍鋼鐵這一次 沒有拿下來 其實地理派之間的士氣 肯定會大受影響 肯定會大受影響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一直在關注 明天的這一戰 就是因為明天的這一戰決定了 他們一二三 四個人之間能不能團結 現在結盟的這四位 都是弟弟跟這個最強姊夫嘛 然後他們要對抗大哥嘛 對抗大哥 對 那現在就變成這個 弟弟派他們到底能不能有 這個團結一心 那萬一團結了 還是失敗的話 那可能就要 後續的盤就是不好做了 那實際上我也跟 特別跟大家解釋一下 目前外資的一個看法 當然我們剛才講到的是說 在這當中 有可能大家認為投票的結果 哥哥派拿下三席 弟弟派拿下三席 然後殷琦投自己 自己一席 對不對 那最後的結果 變成兩邊 變成一個中性的 那外資的態度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外資的態度變得很重要 以目前我們在看 外資似乎比較偏向公司派 這個機構 叫做這個ISS 這個掃一個IX很多 大家不要弄錯 他是ISS這個機構 那他很像我們所謂的 這個餐廳界的米其林指標 餐廳界 他是投資圈的米其林指標 他一直非常的獨立 透過什麼方式來分析報告 叫公司治理的部分 他不是看我的營運營收 EPS這個 他是從公司治理的角度 其實他在這裡一直提到一件事 他們對於弟弟派所推出來的董事 並不是那麼支持 因為他們沒有看到 有什麼特別的革新 那他們也認為公司派 一直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好像不需要特別做一個更換 他根本不管你 長榮鋼鐵拿下的目的是未來長榮航 還是你拿長榮鋼鐵的目的 你們家族要做什麼樣的盤算 你的海空要不要分家 不是 但是他就是很獨立的告訴你 現在公司治理 在公司派帶領之下 其實有很好的成績單 不需要去特別的更換 而且在這當中有一個 他們就針對鄭森池 他說他之前還有很多的訴訟案件 那這個會不會有問題啊 我覺得外資目前看起來 是比較支持公司派的 我們就相信 我們會不會有問題啊 Knowing你的話 你會不會有問題啊 絕對 有很多